为什么要吃兔妥 给我多加点辣 这个辣 一口一口 吃哪补哪 哈喽大家好 今天准备带你们去吃一家 成都本地人才会吃的火锅 兔火锅 我们去试一下 走 这小椅子摆的 这小茶喝的 这就是成都的感觉 这种椅子 哎呀我的妈呀 老板点菜 来了来了来了 你们这特色是什么 特色辣不辣 辣不辣哟 肯定辣的你要好辣 那你都给我来一份好不好 要得OK 非常怎么点的 什么点是14块钱半斤 那先来一斤吧好不好 要得OK 走 我们去拿菜去 哎呀这有兔妖 来成都好像必吃这个东西 就这个啊 必点啊 这一份酒块 老板可以招我当服务员了 美少女服务员 看这兔妖 饱满肥肃 好妖 肚子你乱来了 得对 兔子是吧 肚子哇肥肠 为什么要吃兔妥 给我多加点辣 这个颜色吃我的菜 这个要煮多久 两分钟就可以了 两分钟就可以了 那你这个本来就是酥的 还是成六 特色炒到八九成熟的 这看着太香了吧 我必须加圆汤 圆汤才有灵魂 美女 哦 这个圆汤的辣椒 太符合我口味了 我不要回去了 不漂亮 必须留下来 成都人民欢不欢迎张希希啊 欢迎欢迎 谢谢 我们可以吃了吗 可以了 我这个蘸酱今天口水 我要开始吃了 哦这个牛蛙 你看就是做个健身的 就超给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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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店生意最为好 老板 大经验子小心表达 一看生意就好 嗯 嗯 好麻好辣 我觉得主要是这个 蘸酱比较给力 但是很爽啊 大锅团已经 我已经 全都还有什么好吃的 你们快给我推荐一下 我煎一点再碗里凉着啊 嗯 嗯 老板给我的喝的 还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给给给给给给给 给给给给给给 还真喜欢 谢谢 哎你们一定有生之年来自成都 吃一次烤火锅 嗯 传说没有一只兔可以活着离开成都 没有一只羊可以活着离开新疆 没有一只羊可以活着离开新疆 没有一只牙可以活着离开渠州 你觉得哪个更惨一点 都惨 都惨 羊比较惨 因为新疆吃的都是羊娃子 没有结婚的羊娃子 啊就非常好吃 它乳味很重 然后一吃到嘴里有种爆开的感觉 把这个兔腰丢进去 你们试过兔腰没有啊 兔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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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四中话这么正宗啊 我好久没有说了 没人给我对标 我标不出来都 尝哈这个兔腰啊 其实我真的没有认真尝过这个兔腰 到底是不是啥情况我都不知道 给给你几个 一哈 一哈一分四块 有对吗 好了啊 谢谢 一个兔有几个腰啊 这有几个兔的腰啊 嗯 其实这个腰质没啥味啊 吃的是口感 就咬下去就爆掉了 其实有点像那个干涸猪腰的混合体 幸亏这个火锅底料 味比较重 压住了那个腥味 一口一个 吃哪补哪 超开哦 这地方到了晚上五六点 人就开始上了 嗯 好硬啊好硬啊 我吃了一个 感觉这锅不辣 是这个料辣 所以说你们不能吃辣的小班 一定这个不要搞太辣 吃这个还能接受 这个是香 主要是这个 主要喝一口冰粉 听说这家冰粉是上锅天天向上的呀 我们 我们是三个人点了个大锅 你们人少的话可以点中锅 它中锅88 大锅128 点小锅就可以了 成都这边的火锅是麻 重庆那边火锅是辣 我感觉成都这边都是吃串串 重庆那边是炕菜 但这家又可以吃串串 又可以吃烫菜 必须要结合 我们把这个鸭肠上了 这个鸭肠只需要9块 吃鸭肠我们要七上八下 可以了 鸭肠这个声音再给力 来成都第一天我知道了 哇肚子肥肠 还吃到了火锅 他们都好开心啊 希望你们也可以天天开心啊 不会再吃到火锅